他在谋求做你的最爱 夫妻相处是该多夸奖 还是应该多鞭策他呢 三天不打上房接完 两天不愁皮肉发馊 像我老公这样的男人 就应该使劲地鞭策 而且他不配有夸奖 祖静每天跟你在习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地开心 看到你觉得特别地阳光 你简直是我的审美风向标 是的 所以现在我们观众朋友 再仔细看一下祖静的状态 是不是满面春光 就是总等着 另一半来鞭策你呢 你知道夫妻相处 很重要的一个优点是什么 就是要懂得自己向对方承认 我做得还不做好 最怕是什么人 我认识到我错 对不起我错了 错了你为什么错呀 谁这谁你跟我说 各位好 这里是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为爱转身》 我是主持人张珊 如果您在生活中 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和困惑 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国 免费报名热线 400-828-2299 接下来为您介绍 今天的幸福专家团 首先欢迎 婚姻情感咨询师 廖丽娟 心理专家 雷鸣 媒体观察员 陆之睿 律师 朱文雷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今天的故事 恨母夫妻遭遇七年之痒 我们从去年三月份 离婚到现在 但是一直还是 与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 现在的情况是 我们结婚证 他也不肯换回来 我怀孕了 小孩他也不想生 本身我们两个人 一人带了一个来 再要一个孩子 也觉得压力比较大 他就是疑心比较重 就觉得 我还会跟我前妻复婚 相伴多年 感情之路 却频频亮起红灯 18年年底 我们买了一套房子 首付60万家的人 给了我50几万 他就觉得 他以后我变心了 就是房子要 他占80%了 我占20%了 当时他就一句话 就是 那就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写完了 我们两人也婚去了 当爱遇到老师 矛盾也随之而来 他现在公知 每个月4000 比他前妻3000块钱 因为我前妻离婚了 也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所以抚养费吧 就给了3000 他吧 就觉得有点多 假如说 还是现在这种情况 我是不打算再过下去了 如果他不干涉 我对孩子的抚养 我可能会跟他 听听专家的意见 我们两个人 适不适合在一起 面对情感中的迷茫与困惑 他们是否能找到答案 最终为爱转身 我想问一下 今天是朱女士 打电话求助的 是吗 希望我们帮你解决什么问题 我就是 19年3月份吧 我跟我老公 我们两个人 把他离婚手续 但是我们一直是 生活在一起 我后来又给他提过 把结婚证换回来 提过几次 他一直不肯 然后去年年底 我怀孕了 然后我想把小孩生下来 他也不肯 然后再就是 他每个月的工资 80%是给他前期的 然后我不知道 怎样的 就是说我们俩这种关系 维持下去 然后我心里面挺纠结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现在你来到这儿的诉求 其实还是希望说 能够考虑要不要继续复婚 然后我就是之前有提过 每次都是我提 但他不肯 我来问一下 罗先生 你现在对于这段关系的态度 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们也是属于是爱婚 就我跟我前妻呢 李过婚带了个小孩过来 我们是一起生活了好几年 也是因为一些原因 我儿子现在又为我前妻待 所以他叫我复婚的话 我毕竟要对我俩小孩 我那边有俩小孩的 我想对他们负责的 所以您其实很婉转地表达了 您的态度就是 你不太想复这个婚 那如果不复婚 你们二位以什么样的状态相处呢 你有考虑过吗 就是还是保持现状 没有婚姻关系 但是继续生活在一起 还是那我们就干脆来个了断 各自寻找各自的幸福 这次来这里的也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听听专家的建议 就是所以你们二位 其实对这段关系都有所留恋 但是迫于客观的压力 或者孩子的压力 又没有下定决心 要不要在一起 是吗 对 大家都是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需要做一个选择 那我来问一下 朱女士您之前也有过婚姻吗 是的 有孩子吗 有一个男孩 是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对 我刚刚听朱女士的意思是说 您其实也希望能够跟罗先生 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是吗 对 因为我们俩在一起 生活了七年多的时间 但是在这七年当中 我不断地流产 流了十几次了 本来去年年底那次怀孕 之前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是有时候是不想要 然后意外怀孕 有几次是想要 但是是因为身体状况 就是被施育 公安孕了 包含症症了 种种 所以没有要成功 然后这一次呢 我是觉得蛮好的了 而且我也是 说心里话 当时是想着 我们俩人之间没孩子 也是想用孩子套牢住他 就觉得我们俩人之间 没有一个孩子嘛 想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 就能把我们俩人之间的关系 能稳定住 但是他是一直不肯要 等到两个月左右吧 然后我是认识反应 比较大的一个人 也就是每次我就吐到吐症 然后就是每次他回来的话 没有任何一句关心的话 就是丢给我一句 跟你说了不让你要 不让你要 你非得要 在二人不同生活的 七年时间里 朱晓静感到身心俱疲 既没有得到 罗峰情感上的关怀 也没有得到言语上的慰藉 而来自生活上 和经济上的重担 更是压得他喘不过气 因为我现在的状况是 我每个月房贷 就要花五千多 然后我也不能去上班 因为刚才也说了 我老公他的工资 80%是给他钱去的 他其余的就等于 维持他自己的费容 就对我们这个家 他其实说帮不上我什么忙 我当时是考虑到 我还有一个儿子要要 房贷 并且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是首付拿了60万 我们家里人给了我50几万 但是家里人给我的这笔钱 都是我给我钱是贷款给我的 所以我的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大 之前是怎么认识的 跟他们公司有那个义务上的联系 工作过程当中认识的 对对 你是一直很想生一个孩子 对 跟你的先生是吗 对 怀过很多次吗 十二三次 但明显好像你的先生 对这个生孩子的事 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 对 刚说你在这六七年间 怀孕了十二三次 然后孩子都没有 无论是主观的原因 还是客观的原因 就没药成是不是 对 六七年十二三次的流产 每一年都会有 第一年最多的时候三次 你的身体吃了多少苦啊 吃了 所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很差 但我现在就是感觉 我们在一起 因为毕竟我是个女人嘛 然后我觉得这样 不清不楚地在一起 然后就觉得 不管是面子上 而且孩子也大了 就总感觉 怕别人的指指点点 我再问一下 15年的时候 你们领的证 当时领证的原因是什么 也是因为我怀孕了 然后当时是因为 八寒认诚 就是属于公安孕的一种 然后那个 我们不是公司有交洋了 保险嘛 当时这个我查了一下 可以报六七千块钱 因为我们没有结婚证 所以当时的目的是想 为了报这笔钱 领的证 对 把结婚证领过来的 那其实也 也不是他心甘情愿的 那后来为什么离的婚 是因为我们 是因为我们 18年年底买了一套房子 家里所有人吧 就是哥哥姐姐 还有爸爸 他们能借的 能带的 就是我哥和我姐 我是明确的知道 是带了四十几万 我哥给了我三十几万 我姐带了十万块钱 向银行 给的我 因为我的家最小 他们也是想帮衬我们一下 所以花了六十万的首付 买了一套房子 对 我老公他拿了一万多块钱 他没拿多少钱 我这个不在意 我在意的是 一开始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 我给他说 我说一张 他想办法借点钱 他当时想都没想 就给我了一句 说没地方去筹 因为在这之前 是他前妻有给他借过钱 他是亲戚朋友那边借了一下 但是也最终没有借到 没有借成功 我当时就拿这句话 就怼了他 我说你钱借给你借钱的时候 不是有地方借吗 我说为什么 到了我们买房子 你没地方去借钱了 所以我觉得他 就是给我的感觉 不是真心的那种 那最终这房子还是买成了 买成了 那后来又出现什么分析了呢 我想把房产证的股权 变革一下 你们原来商量好的 这房产证怎么写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对 一人一半的这个意思 是你提出来的 还是你先生提出来的 就智障就 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也就是说 即使是六十万的首付款 你丈夫只出了一万块钱 你也是心甘情愿 跟他一人一半的 对 那后来又怎么了 后来是因为 朋友 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 再加上后来 就是静下心来 回头想想 筹钱的时候 他的这种态度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我姐夫身体有点不好 我当时想到 万一如果真的 得了大的毛病 我现在刚刚买了房子 家里人把钱都给了我 我当时第一想法就是 如果我姐夫 如果生了大毛病 我要把房子卖掉 然后来去就是看病 我怕我老公不同意 所以当时我这个时候 呼出了一个想法 我说我股权占多的话 我就有主动权 所以当时我想着 我说我占多 他占少 但是当时我 当我给他提出来 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给我说了一句 按照这样说下来的话 以后最吃亏的是他小孩 所以他的这句话 让我很惊讶 我没有想到 就是他想的那么多 罗先生 当时离婚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不是 不是因为改份额的事 不是 那是什么原因 因为过情人节 然后呢 他叫我那个买礼物 或者说发个红包 我没有那个 然后他就吵起来 就说离婚这个事嘛 我那离就离 就这样子就去离掉了 房子变更这件事 你怎么想 是从50% 50%变更成多少 变更成80% 就是他占80% 你占20% 我占20% 然后呢 然后他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呢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那以后 我小孩长大了以后 不就亏了吗 然后他就 你既然这么一说 那我本来 我是跟你开个玩笑的 既然你说了这个话 那我就决心要变更了 就是要占80%了 后来我说 你既然决心要变更 你防着我 好 我所信 我都不要了 我就给你 你就不用防我了 我就 所以就全部给他了呀 为什么会从这件事情 想到了你的儿子呢 因为平时的时候 他对我小孩 跟他对他小孩 就不一样 所以你是担心将来 你儿子会受苦 对 第二件事情 你为什么觉得 在这套房子上面 应该有你50%的份额呢 我是觉得房子嘛 不是两个人买的吗 经过他这么一说 我只出了一万多块钱 我也觉得也就 应该是你的 所以当时你是觉得 担心孩子 但事后你想想看 这事儿 女方其实这么考虑 也没有什么问题 是吗 对 当时我给他提了以后 他的说法是说 那这样子干嘛 都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好了 写完了咱俩离婚去 这件事情就是说 是一个导火索吧 再后来就是 因为家庭呢 就像他说的一些琐事 然后我就觉得 他的心不在这里 其实我 对于我来说 就像过个节日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希望就是要那种存在感 就他能在意我 并不是所谓的 他能给我买什么东西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 我只记得 我当时让他给我买一个东西 他给我说过一句话 说我前妻跟了我几年 他才买到了一个什么 说你再跟了我几年 当时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东西 要用时间上来去衡量的 其实我觉得 我如果不跟你 我随便 我当时也说过 我随便找个男人 我也可以 比如说享受女人 该享受了一切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 认识没多久 然后我就随口 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我们两个人结了婚了 就是正常聊天 他问我一句 有一次他小孩 闺女动手术 然后我当时 他要回去 他的想法就是 他前妻一个人 带两个小孩不方便 我跟他说的 我说出了两个方案 意思就是 你要不要多打点钱过去 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回去 因为我们俩是合法夫妻了 他不肯 不肯带我回去 然后呢 当时的时候 他跟我说过一句 没见面都已经开始掐 他给我说过一句 就是在之前 我们两个人 正常聊天的情况下 我老公问过我一个话 就是他回去以后 给他前妻发生关系 问我行不行 这也是正常的聊天 那你觉得能不让我多想吗 罗峰认为 朱小静对于两人 相处过程中的 喜之末节 过于在意 有时自己不经意地表达 朱小静就会一直抓住不放 而在朱小静看来 两人在一起生活多年 无论是经济上 还是情感上 罗峰在对待自己 和其前妻的态度上 有着很大的差别 正因如此 才让自己 对他产生种种怀疑 也是罗峰面对问题时 模棱两可的态度 导致了两个人婚姻破裂 那当时既然已经 双方都选择了离婚 为什么还会住在一起呢 因为我们两个人 当时离婚 纯属于冲动 你觉得纯属于冲动 是你冲动 还是你老公冲动 双方都很冲动 对 因为他也跟我说过 就我们当时 去办理离婚的当天 后来他跟我说的 当时他想给我 想了想 话到嘴边 没有说出来 他说 走吧 我们回去吧 别闹了 就是类似于这种 然后但是话到嘴边吧 又怕我以后 拿这句话怼他 所以他也就硬着头皮 就跟着我就去了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 很默契地去离了婚 然后又很默契地 离了婚 没有离家 对吗 但是现在要不要 在复婚这件事情上面 好像不那么默契 你觉得现在 你跟你前夫两个人 核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第一 房子的问题 第二 孩子的问题 第三 和前妻的问题 孩子的问题 和前妻的问题 基本上可以归为一类 对吧 对 你是很介意 你先生跟前妻的相处 以及对这个孩子的抚养吗 我不介意他 对孩子的抚养 我有给他说过 盖打抚养费 这个我认 我也肯 我之前给他说过 好几种建议 但是他都不产大 我的说法就是 我说你现在工资四千 然后我说你给你前妻 就是小孩两千 以后小孩子 比如说有上学了 其他的费用我们再出 或者是我说 哪怕就两千五 然后我也认 但是他都不肯 他坚持是三千 我说就差这个五百块钱吗 在我的眼里 其实我要的就是 他一个态度 不是单单的五百块钱 我也给他说过 我说五百块钱够干嘛的 然后他给我来了一句 他说 那你说现在三千块钱 够干嘛的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三千块钱 是不够干嘛的 但是你要知道 你对这个家 你是没有付出任何 你们俩结婚了以后 家庭的开销 是怎么分担的呢 我们俩结了婚 也就像他说的 小孩子带到我们这边来 他工资卡是给我的 我们结了婚以后 领了结婚之后 小孩没过来 他钱也是给前妻的 就是现在离了婚以后 小孩他前妻接走 还是给前妻的 也就等于 他的这个工资 是跟着他孩子走的 你是不是把 给孩子的抚养费 和你认为的 他对前妻的感情 或者所谓的 藕断丝连 把它画了个等号 我觉得是 是 对 你自己刚刚也讲 你一直在这个表述当中 很多次朱女士说 我要的只是一个态度 我要的只是一个态度 我怀孕的时候 当时是我坚决要生下来 他没生 不要 后来我去医院的时候 当时要让他签字 他这个时候 给我说了一下 说小孩留下来 让我生下来 这个时候医生 因为已经给我入药了 我当时其实 说心里话也高兴 心里还高兴 还难过 高兴的是 他终于肯 就是想给我生一个 我们俩的孩子 难过的是 这个话来得太晚了 然后他当时 我能感觉到他的真诚 他也是 就是当时也流泪了 给我说 让我体谅他 就是他就想 进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我当时给他说 我说那你也是 一个丈夫对吧 你也要对我 尽一个责任 我当时给他说 我说要不然这样子 我说你每个月 给你小孩两千块钱 我肚子里这个 你承担一千块钱 但是他都不肯 祝女士 我特别想问你 你到底在乎 这个男人的是什么 他现在怎么管他的孩子 为什么对你那么的重要 你不是要这个男人 对你的态度吗 他已经说了 我很想要孩子 然后最后没办法要 对不对 他态度不在那嘛 所以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管住他 怎么给他的两个孩子 还是你要的他 这个男人 愿意跟你一起过 我觉得你们整个的 相处的关系当中 你莫名其妙地 似乎把自己 置于一个很奇怪的境地 这个境地叫 你老是希望 跟他的前妻 来掰一掰手腕子 而事实上我觉得 这个里面好像似乎 并没有那么多前妻的影子 我前夫是 一年五千块钱扶养费 我是凭什么他的小孩 然后就要 他的工资的百分之八十 我这一点想不明白 真的想不明白 而且我觉得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你再会了 你可以问他 我知识之中 没有反对过这个事情 只是他的这个比例 我觉得在他的眼里面 只有他的小孩 那我呢 罗锋每月收入四千元 其中三千元 用在了支付孩子的 抚养费上 对此朱晓晴 一直耿耿于怀 他认为两个人 日常的生活开销 和每月五千元的房贷 都是自己在负担 而罗锋 并没有考虑 两个人的经济状况 执意每个月 给孩子三千元 抚养费 这让朱晓晴觉得 自己在罗锋心里 并没有那么重要 朱晓晴希望罗锋 减少抚养费的想法 又能否行得通呢 首先孩子的抚养费的问题 一定是应该出现在 后一段婚姻之前 就确定的事情 也就是说 一对夫妻 我们在离婚 谈到孩子 应该给孩子 多少抚养费的时候 一定是我们夫妻俩 在商量 不可能出现第三个人 所以在谈孩子 抚养费的问题上 一定没有第三个女人 的话语权 这一点你听明白了吗 抚养费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 她和她前妻协商的问题 而且照你说的是 你们离婚以后 对吧 离婚之前 你是孩子带过来 对 这个时候 你没有给前妻生活费 没有 离婚以后 你还带着孩子 出去住了一段时间 对 在这个时候 你把孩子 给前妻带回去以后 你再给了孩子 三千块钱 对 那这个时候 不要说她给三千 她就说 我把工资都给孩子 跟你有关系吗 还有一点 我想问一下 她已经带着孩子出去了 但是现在你说 你们又生活在一起 是她主动回来的 还是你要她回来的 她带着孩子出去了 是赌气 然后她也跟我说过了 当时她带着孩子 当时租房子的时候 就想租一个月 然后是因为人家不肯 所以她才付了三个月的房子 所以我还是问你 你就告诉我是当时 到时候她某一天 突然出现在你家门口 说孩子我已经送回去了 我要回来了 还是你叫她回来的 我叫她 我一直给她打电话 让她回来 对 是你一直打电话 要她回来 刚才又给自己找了一个 你认为的理由 是因为她出去 其实也是赌气 她经常把这句话 挂在嘴边的 就是因为房子的问题 但是 但是我们不是要搬新房子吗 她就跟经常性的 就是比如说大家 对 好好的她就来一句 到时候搬新家 你们去住 我带着我儿班出去住 对 就是在婚姻存续期间 她就经常这样 是 她是经常这么说 在婚姻存续期间 她这么做 你可以说她是赌气 是不高兴 但是离婚以后 她带着孩子出去住 这个房子 离婚的时候 是给你了肯定 对吧 因为是你们家出的钱 名字又是你一个人的 离婚以后 我搬离 服侍我自己的房子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你去管她是赌气 还是应该呢 但实际上是 你把她又叫回来 刚刚朱理事 说了这么多 现在是你要决定 要还是不要 一个记载的事实 记载的事实是 她大概会决定 三千块给她两个孩子 接下来你要想 要还是不要这个男人 现在你对这个抚养费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现在其实你们俩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她就是不愿意 她就是要给到 现在的这个份额 甚至以后还要更多 而且她还想到 她儿子以后还要结婚 怎么办呢 是啊 你能接受吗 我接受不了 你接受不了 就是我接受不了的事实 是因为我去年年底流产 加上今年我四月份 在医院里开了一个刀 每一次我觉得 我去医院流产 不要说过个节日 就比如说 就是想要的一些小浪漫 即使我生病了 去医院里面受罪 包括流产 每一次流产受罪 掏钱都是我自己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 我得到了什么呢 我能够理解 你内心的落差 可是反过来想一想 你在同一个坑里面 跌了十二三次 你到现在还没清醒 是不是你自己 也有点问题 我知道我自己是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 一再强烈地表达 要复婚的意愿 我感觉不是因为说 对她有感情 还爱她 而是觉得 我受了那么多苦 我前面亏大了 因为如果说 我蛮照正常的逻辑来说 如果说你觉得 我喜欢这个人 我想跟她复婚 那应该是我 尽量做出让步 你要我怎么做 你才答应跟我复婚 你提条件来 我看我能不能接受 而你现在是反过来的 第一 你要跟我复婚 第二 你还要答应我的条件 我也想问问罗先生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你们已经离婚了 为什么他要你回去 你又不想跟他复婚 后来他找到了 我就是租房子的地方 然后就是过来吵啊闹啊 到我们公司去 闹得挺厉害的 然后就是说 我的小孩到浙江这边来读书 是他哥帮忙 弄进这个学校的 他说你小孩不要在我 再在这边读书 这个学校是我哥 帮你弄进去的 第一次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点小生气啊 但是我没有去动真的 第二次他又 又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后来我就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 你说一句两句 我可以当你拿开玩笑 你一说多 我就觉得你肯定是认真的 后来我就叫我小孩子 就没有到那里去读了 就到我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 他胁迫你了 就是他用孩子 用各种来胁迫你再跟他在一起 所以你现在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或者说 百分之七十愿意 百分之三十不愿意 你就直接这么说 因为他真的要这个答案 否则这个女人会一直用那个幻想 你曾经说过的 曾经说过的要喜欢他 他是不能有这种幻想的女人 否则他就会把自己绕进去 你就直接告诉他答案 我有多少比例愿意跟你在一起 此刻多少比例不要 说给他听 不愿意 如果这样不愿意 那你刚才的回答 其实就是之所以你回去住 并不是说你觉得还有感情 还看看能不能复婚 而是因为或者说照顾他的情绪 照顾他的情绪 对吧 主要是照顾他的情绪 再加上他对你的孩子有一些威胁 又有点怕 又有点照顾他的情绪 对 所以你回去住了 对 但实际上 即使回去住了 你根本没有想要跟他复婚的念头 没有 但是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就是你们开始一块买那房 您出了 罗先生出了一万多块钱对吧 然后那房一共首付是多少钱 六十万 六十万 那还有五十九万呢 我姐姐给了十一万 我哥哥 你姐姐 你有几个姐姐 两个姐姐 两个哥哥 两个姐姐 两个哥哥 你是最小的小妹妹对吗 那你这两个姐姐 两个哥哥 其中一个姐姐给了你十一万 对 贷款贷了十万 给了我十一万 你大姐贷款贷了十万 然后自己贴了一万 一共给了你十一万 对 我二姐给了两万 我爸给了两万 然后我小姐妹给了一万 然后呢 还差一大头呢 我最后我哥是当时是这样说的 我哥说你们尽可量的想办法臭 一开始我哥是说让我们俩 各自出十万 其余的他贴 然后呢 最后我哥说你们反正能臭多少 臭多少 臭不完 他来他来贴 你得还呢 你这欠一屁股债呢 我知道 但是我哥他也没钱 我哥是向银行贷了六十六十五万 应该是给了我最后给我拿了三十万 你哥带上银行贷了六十五万是准备 这六十五万全给你 对 对 看我能缺多少 给我多少 最后他拿了三十三万 三十三万 对 那这钱你什么时候还 你哥哥是要求你什么时候还 没说 没说 你哥哥没说 就是意思就是你可以不还 他感觉应该是我能还还不能还 而且就像今年我前两天 我儿子读书学费三万八 我哥哥拿的 你哥哥要给了你儿子三万八 对 他非得要让他读那个实力学校 然后他给他 我明白了 全世界都宠着他 在你心里你敢不宠着他 四点 全世界都宠着他 您今年 四十岁 四十岁 您那房是哪年买的 一八年年底 一八年 两年前 那买房那年年 三十八对吗 对 三十八岁 三十八岁最小的妹妹要买个房 姐姐贷十万 注意啊 这不是姐姐自己有十一万啊 是姐姐先借了十万 自己贴一万拿十一万 别给这最小的妹妹 宠吗 银行里贷款待来的 你这姐姐宠你吗 我实际 你哥哥为了你买这房 贷款六十五万 你刚才说了 你哥哥其实也不富裕吧 对他现在身上贷款四百多万 我的天哪 这是债上加债啊 在贷款这么多的情况下 宁可再多借六十五万 然后说你们凑多少凑 不够不够 哥哥全填 我已经借好了六十万 随时准备填进去 而且没垫着你还 对吗 对 最后是三十三万 对 你哥哥宠你吗 宠 宠是吧 你小姐妹 跟人小姐妹有什么关系 你们两个结婚 自己买个房 跟人小姐妹有什么关系 小姐妹给你一万 借你一万 我们公司里的阿姨还借我三万块 你们公司阿姨也借你三万 父亲今年多的岁数了 七十几了 七十几 两万 对 我爸好像是把家里面的 那个树什么给卖了 也得让你买这房 对 全世界都宠他 老罗 你敢不宠他 他哥哥说了 没钱不用还 刚才 他坐在现场 跟我们所有人说 我哥哥说了 有钱就还 没有钱 就算了 俨然他接受了 岁数比自己大好多的 这个哥哥 可能这哥哥再过个 六七年也该退休的岁数了吧 欠了四百多万 我没钱 我就真的可以不还了 不是 这也是我压力大的地方 朱女士您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 坐在你对面这老罗 在他心里 他的亲生子女 可不可以比你更重要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那么现在三千块钱 供自己那俩孩子 这事您能接受吗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这就是我看了半天看到的 我还得问一下 老罗 你爱他吗 故意 爱和需要 是两个概念 你需要他哥哥帮你儿子找学校 和你爱他没关系 我现在问你 你爱他吗 爱他的 你是爱他 还是觉得亏欠他 注意 因为他有多次去医院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心里是对他愧疚 还是你现在爱他 爱他和对他愧疚是俩概念 对他愧疚的 你是对他愧疚 你还是爱他 愧疚的 愧疚 对 这愧疚让你沉重吗 沉重的 沉重 这个朱女士 我解释明白了吗 爱这件事 我真不愿意说 您多少次流产 也换不来 对方爱你 爱你的人 不用你努力就爱你 替你背衣屁股债 都不用你还 就爱你 既然12次都换不来 他爱你 还要13次吗 我问 你先回答我 这件事很重要 这件事必须得解决 12次 如果你都换不来 他爱你 你还13次努力吗 在过往的生活中 朱小静试图通过各种方式 换取罗峰的爱和重视 但是终究事与愿违 专家对于朱小静的这种做法 表示深深的担忧 对于罗峰的所作所为 也充满了疑惑 面对未来的情感之路 他们将会如何抉择 广告之后 为爱守候 爱对面这个男人 爱他什么 我知道 我就觉得他在我心里面 撑过一次 比我儿子都重要 你的两个孩子 在你的世界当中 跟坐在你对面的 朱女士比 两个孩子是不是更重要 那肯定的 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最爱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人爱你 但是你不能因为爱你的人 很多爱你的人 都是无条件的 你就要求这个世界上 人人都无条件爱你 特别感谢君乐宝白小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白小纯纯牛奶 新一代原生的牛乳 越简单越快活 12次如果你都换不来 他爱你 你还13次努力吗 你回答我 不想了 不想了 哎呦 哎呦 好家伙 这心酸放肚子里了 天呐 而且朱女士 未来都不要用自己的身体 去换爱情 就是朱女士 你必须得接受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人爱你 他们爱你是无条件的 但是你不能因为爱你的人 很多爱你的人 都是无条件的 你就要求这个世界上 人人都无条件爱你 并不是说我们家的人有多宠我 首先第一点 我在我13岁的时候 我妈妈没了 然后我又在家最小 所以大家就觉得 在农村嘛 就觉得我这孩子挺可怜的 从小 但是我也比较任性 比较强势 这一点我认可的 我想说的就是 我哥 我对我哥 对我姐 他们家里人对我好 其实也是因为 我这个人对他们很好 我老公也知道 我不会说像其他人似的 就哪怕好看的衣服 别人送我再好的东西 再贵度的东西 我会给我姐 给我的家人 你有没有这样的发现 朱女士 就是你可以对你身边 所有的人 都好 都好 对 你可以对所有的人 都很大方 但唯独在面对 罗先生的时候 你就变成了那样一个 可能你平常都不太看得起 或者你都不太愿意做的 那样一个 特别爱吃醋 特别矫情的人 是这样吗 应该是 应该是 其实我从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朱女士 是一个特别付出型的人 就是这样一套房子 首付六十万 我觉得对于您来说 对于你们整个大家庭来说 这一套房子也绝对绝对 不是轻而易举 可以把它置办下来的 朱女士 我相信你非常非常爱 罗先生 这种爱 可能已经让你迷失了自我 让你丧失了判断 让你在很多事情里面 盲目了 对吧 相对于朱女士来说 罗先生更理智 更有原则 他更知道进退 他更懂得 在一段关系当中 他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你们之间的矛盾 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 没有谁好谁坏 没有说谁惦记着谁 谁想利用谁 只不过是可能真的是 两个对待感情 方式和理解不一样的人 两个人爱在了一起 刚刚其实你的前夫 已经很直接地回答了 专家的提问 三个字叫不愿意 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听到了 那我换一个问法 或者这样 罗先生 如果有一些改变 有继续跟朱女士 复合的可能吗 我主要的还是 在于我小孩 如果他可以让我 就是说 对于我小孩这一块 他不去管的话 我愿意的 你对你小孩的抚养 你的打算是什么 本来是抚养 抚养是给我的 后来我放弃了 现在给我前妻了 然后就是抚养到他18岁 就是还是给前妻抚养 抚养到18岁 每个月你准备给多少钱 三千 每个月给三千 这是你的原则和底线 对吗 对 孩子将来结婚 成家立业这些事情 你还准备 有什么投入吗 我能帮得上的 我会帮他 你能帮得上的概念 是在多少 那这个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对 那我也想替 朱女士问一句 如果将来 孩子需要你帮 你觉得你能帮得上的 这个范围涵盖着 如果你们复婚了 涵盖到 朱女士的那一部分吗 他需要贴补吗 不用 不用 就是在你自己 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就是你的底线 主要是孩子 对 还有其他要求吗 其他没有 其他没有什么 好 所以在陆老师的基础上 我再问一个 那如果你未来要结婚 假设是 诸女士继续 或者是别人 你一个月四千 对不对 然后你准备三千 给孩子 所以你决定 如果你要找一个女人 作为老婆 成立一个你的家庭 你决定就用这一千 来跟那个女人 成立家庭 是这样吗 你要思考哦 因为有可能你是要 要找一个老婆的 成立自己的家庭 我知道 如果的话 我不会去找了 所以要么就接受 我只有一千 对 只能养活自己了 因为一千真的是很少 对 要么就是 我就一辈子这样 对 罗先生 你的这个前夫 其实他是非常有原则 非常理智 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的人 这就是对方开出的条件 你能接受吗 我不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 他就说 以后小孩子 一到了18岁了 好了 我这俩小孩子 就不用去管了 那我不用去管了 那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你活着有意义啊 你结婚了 你有妻子啊 你对妻子好 这就是你活着的意义之一啊 你刚才这个表达就是 如果我不能继续照顾我的两个孩子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你在单身状态下这么表达没有问题 现在我需要你说实话 我需要你说实话 你的两个孩子在你的世界当中 跟坐在你对面的这个猪女士比 你的两个孩子是不是更重要 那肯定的 肯定更重要是吧 对 就是如果猪女士想继续在你们的关系当中谋求 猪女士要在老罗的世界中变成最重要 因为顾及到猪女士的要求 老罗在两个孩子18岁以后 不能在两个孩子结婚啊 买房啊那上面再有经济支出 你能同意吗 这个不能同意 我告诉你啊 老罗 坐在你对面的猪女士 那五百块钱 你还记得吗 两千五还是两千 不再五百块钱 要个态度 她在谋求做你的最爱 猪女士你听明白了吗 在这个台上唯一 需要被叫醒的那个人 其实是 我想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猪女士 你爱对面这个男人 爱他什么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他在我心里面 蹭过一整个人 比我儿子都重要 为什么 我就觉得他有的时候 就从蹭过的点点滴滴来说 姐他下了班以后 如果跟我说 哎呀老婆 我今天想吃什么 然后我会跑边菜市场 屁脸屁脸 哪怕我再累 我会给他去买 但如果我儿子给我提一个 妈我想吃什么 给我提十次 我估计会有一次 或者两次满足他 但是他给我提的 我是有求必应的 你现在最痛苦的在于 你左右摇摆在纠结 第一 放下这个男人 重新开始一段生活 摆脱这种魔咒 第二 放开自己 真的去爱 不求回报 你愿意对你的儿子 好 好 谁让我爱你呢 你愿意跟你前妻联系 联系 谁让我爱你呢 你又做不到 这是不是你最痛苦的地方 你回顾这六年 我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六年 如果我想到他的时候 我想到我们这六年 80%的时候 我是感觉到开心的 那你就有个标准 我要义无反顾地跟他下去 因为我有80%的时光 我是开心的 如果你80%都是在痛苦 还经历了那么多的身体的伤痛 那就说明 已经用六年验证了 那是魔咒 这个老罗坐着 一直好像很沉默 老罗 我跟你聊这么件事 你明白 他要成为你的最爱了吗 他成为不了 他就不甘心 你懂吗 我懂 那我问一下 他能成为你的最爱吗 之前成过 现在行不行 现在不行 不行 也就是说 他对你爱的诉求 你满足不了 对吗 对 那你还不走 你在干嘛 老罗这个人 有一件事做得很漂亮 你还记不记得 你一万多个钱 那首付 那60万的那房 上头有你名 他答应了 一人50% 对吧 然后 你那该占的便宜都占到了 不要了 改成你自己的名 我不要了 那一万多个钱 你会要了吗 没要 没要是吧 本来那房 你们两个名字都有 对 然后不管什么 80% 20% 到最后你一拍桌子 我不要了 已经到手的便宜 我能不要了 那一万多个钱 虽说不大 你也没办法要 所以我认为老罗 其实挺 还行 挺爷们的 所以还不走 你就当救救他 你既想爱 可是你又希望 他能答应你的条件 而他不能答应你的条件 你又没有办法抽身而出 这就是你的痛苦 对吧 你现在心里面的打算是什么 放手 放手 你还年轻 你要学会爱自己一点 下次你再想回头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 在同一个坑里面 你摔倒了12次 摔得头破血流 你都还没有清醒 你对待爱情的方式 或者你爱别人的方式 是不是也有点问题 罗先生 其实也有一些话想跟你说 我非常佩服你的原则 在任何一段感情和关系当中 你非常冷静 我也觉得你 很好地做到了一个 父亲的责任 就是你愿意 一个月挣4000块钱 我要3000块钱 都给我的孩子 没错 可是 其实你的身份 不仅仅是父亲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还客串了一个角色 叫做 朱女士的丈夫 您觉得做丈夫这个角色 你说得好吗 不够好 不够好 朱女士能不能够顺利地 从这段关系当中解脱出来 其实关键的 在于你 老罗 他12次怀孕 在这件事上 你觉得内心深处心疼他吗 我心疼他 你心疼他 你儿子那学校谁找的 他哥找的 在这件事上你感激吗 非常感激 所有这一桩桩一件件 我告诉你老罗 我们是为了帮他 但不代表我们内心深处 对你没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个 12次的死 也有我的原因 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 你问他 我觉得 我觉得是 其他的 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 罗先生 我作为一个女性 其实这不太公平 但是我真的会感受到 如果 我如果真的跟你在一起 我会觉得 我无法看到 你哪怕在行动上 为 我跟你如果要走一辈子 你的一点点的 实际的付出 因为 你满脑子只想着 孩子 可是你知道吗 在你一生当中 陪你走一辈子的 是你的伴侣 接下来到 两位的表白时间 一年到这问题 有几次是帮我煮个饭 洗个碗 甚至其他的 我有的时候一埋怨 他就给我来一个 这些相似女人该做的 然后我的想法就是 我是一边支撑家 一边照顾你 一边照顾你的小孩 在这种情面当中 你觉得你做得蛮可可的 在我这里 好险的小吃 你不是一股不得的 好的 接下来到两位的选择时间 一对二婚夫妻离婚之后 再次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妻子希望能够复婚 丈夫不同意 经过我们的调解 他们能否复婚成功 两位请听好 倒计15秒之后 做出你们的选择 如果想复婚 请按钮转身 如果不想复婚 请离开这个舞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请选择 我们心理学一直在研究 爱情 到底怎么评判爱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唯一的很重要的标准是 在我们相爱的这段时间里面 如果你永远处在难受 那说明这个爱是不适合的 难说出对错好坏 只是不适合在一起 那就分了吧 刚才这个朱女士站起来离开的时候 她没有选择转身 我其实挺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人最难走出的是自己的执念 我不计后果 不计成本的爱你 我希望成为你的最爱 但不能因为 我不计后果 不计成本的爱你 我就必须是你的最爱 在爱当中 是否允许 别人有其他感情投射的方向 比如说亲子关系 爱都想独占 但是爱里面也需要豁达 今天可能恰好是两个 对爱情观念不一样的人 走到了一起 而最终也是因为 他们在对爱情的观念 和认知上有了落差 最终分开 我觉得他们都值得被祝福 尤其是朱女士 她值得被更温柔地对待 所以祝福他们 都各自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更好的感情 我们经常说婚姻要慎重 这个慎重包括结婚要慎重 离婚要慎重 复婚也要慎重 而我们这对当事人 尤其是女方 不论是结婚 离婚 包括今天提出 复婚的要求 其实都非常的草率 直到最后 女方觉得复婚无望 才开始说男方 实际上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合格 既然你知道他不合格 为什么前面又一门心思地飞翔复合呢 所以还是要强调 对婚姻要慎重 对婚姻要负责 这既是对他人 更是对你自己 以前嘛也不懂 但是经过专家调节吧也知道了 这些年来对他的关心到还是挺少的 挺对不起他 谢谢他之前对我的照顾 这一次回去吧看看吧 两个人就彻底地分开嘛 经过专家调节 我意识到了我们俩这种关系 就维持下去也没有任何必要了 一种关系当中 首先要好好爱自己 因为只有自己好了 才可以爱家的 如果您有任何情感方面的问题 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国免费报名热线 4008282299 接下来进入为爱发声环节 夫妻相处到底该多夸奖 还是多鞭策呢 有人说夸奖是亲密关系中的情感支持 观众一下自己很美 我跟你在一块就代表 也有人认为鞭策使人进一步 但是太多的鞭策 会让伴侣自信心受挫 在我们为爱转身的往期节目中 也有过类似的案例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 六位青春观察员对这个话题 又有着怎样的观点呢 好的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 夫妻相处是该多夸奖 还是应该多鞭策它呢 这个话题听听看六位有怎样的观点 马上进入今天的为爱发声时间 好 夸奖还是鞭策呀各位 绝对应该多鞭策 说说我们家那位 我老婆婆教育出来的 他的这个儿子 他是什么姓 迷迷自信 他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 他都已经这么自信了 你还要什么夸奖 我感觉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 给他一个直升飞机 他就能上天 俗话说得好 三天不打上房接完 两天不愁皮肉发馊 像我老公这样子的男人 就应该使劲地鞭策 而且他不配有花脚 他是一个理工科的男生 他经常就是自以为很好的搭配 然后就出门了 就是上面穿一个那种 降级色的衬衫 下面穿一个生灰的短裤 然后下面穿一个洞洞鞋 然后再配一个袜子 就是那种搭配让我觉得 他就是令人发质 他即使这样子了 我觉得轻鱼有个类型的 还戴个宋男男什么帽子 有问题吗 我跟你讲 这样子的男人你一直自信 关键你自己觉得自信就算了 他走到电梯里面对着镜子 然后拨弄了自己的那个 像毛头一样的发型 说哇怎么这么帅 我当时就受不了了 我觉得你是没有见过帅哥吗 什么样的叫帅哥 祖武镜 轻鱼 陆志瑞那样叫帅哥 什么意思啊 还有洋裕年轻的时候 不就是一种鞭策吗 还有洋裕年轻的时候 这种叫帅哥 对吧 如果你跟他谈什么陆寒啊 吴亦凡啊 或者谈什么什么朱一龙啊 张一鸣啊 这个理工科的男生可能会说 他们是谁 我不认识 所以我只能跟他们说 我们频道的这些帅哥 我觉得我老公就是属于 非常的自恋 我觉得他真的不会有夸奖 他就应该不停地鞭策他 激励他 我真的不能让他盲目自信 否则他会成为什么人 只有他自己 否则他会成为什么人 他会成为一个 他自己不觉得自己 是一个傻瓜的傻瓜 我觉得怎么样能够把老公 牢牢地掌握 坐在自己的手心里呢 建议你去读一本叫做 卡奈基写给女人的幸福忠告 里面有一个经典的名言 他话是这么说的 真诚的赞美和鼓励 是激励男人发挥出 最大权力的有效方法 那我们接下来做一个 小小的试验 祖静 我觉得你很帅 但是通过和你的相处之后 我发现你是一个能够给别人 带来阳光和正灵那样的男孩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不可惜 对 而且祖静 每天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地开心 看到你觉得特别地阳光 你简直是我的审美风向标 是的 所以现在我们观众朋友 再仔细看一下祖静的状态 是不是满面春光 神采奕奕 我这样特别想鞭策他 你不许不允许 鞭子呢 我作为一个男人 你们绝对想不到 我的选择是要多鞭策 因为你像我这样优秀的男人 然后出去以后 大家夸得已经挺多的了 而且所谓的迷之自信 如果天天老公是迷之自信 那我就是迷失自信 对 就是 我觉得我需要 偶尔有那么一个很真诚的人 然后站在我身边 告诉我老公 其实你不错 但是其实还有进步的空间 或者是你有哪些地方 做得不到的地方 你知道选择自己的老婆多鞭策 你知道这种格调 这种格局 大多数男人说 我需要夸奖 我不想要鞭策 是因为把鞭策这个本质看坏了 鞭策是什么 鞭策只是让你在成长 让你在成功的道路上 有更多的一些催化剂而已 我在家里面跟我老婆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相处模式 你们绝对想不到 我跟我老婆有时候在家里面互相鞭策 你知道吗 不是 炒蛋吗 我现在跟他两个人有一个非常默契的解决 就是每次比如说 我想说他一点不好的时候 或者他想说我一点不好的时候 好 我们两个人一定会用尽全力 然后互相地鞭策对方 直到看谁先雌雄谁就输 我希望女生 我的爱人 时常可以在我迷失自信的时候 站出来鞭策文章 可不能这样 我觉得在夫妻关系当中 一定是夸奖比较重要 就比如说刚刚天天讲的那个事 我就在想 天天你站在什么样的一个立场上 评价你的老公品位差呢 就是我们今天比如说 你们两个人要去参加的 不是一个时装发布会 那我们可以互相评价一下对方 对不对 或者天天我是一个时尚女魔头 我来评价一下你 或者天天说 老公你这个普通话的确不怎么样 就我们本身是站在一个半斤八两的角度 各自有自己的一个理解 我们非要去督促别人 我觉得这事本身挺奇怪的 那我想问 男生穿衣服穿给谁看 穿给女生是不是 为什么我就不穿 为什么女生说 我美是为了我自己 男生就是要穿给女生看 我今天穿这么帅我给谁看 我自己开心 你是给观众看的 你记清楚了 就是有的时候 女生的双标往往体现在这个地方 就女生觉得说 我可以打扮两个小时 出去不可以有人说 我穿的不好看 如果我老公说 你穿的什么东西 我就跟他大发雷霆 我打扮这么久 但是你怎么知道男生 他不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设计在里面 在婚姻关系当中 如果我在我的另一半心目当中 永远是个特别美好的形象 我真的会一直是自信的 对呀 对呀 就我们经常遇到身边的人说 也不知道这个人自信哪来的 就他另一半给的呀 但是无所谓 我们只是他生活当中的过客 但关起家门来 他们就是彼此眼中 那个最好的人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鞭策 真的不应该发生在家庭里面 就你老公穿的乱七八糟 他问你我今天帅吗 太帅了 你最帅 我觉得最应该是 其实刚刚祖静讲了说 夫妻之间应该是 就是说我夸你一句 你夸我一句 然后互相给予肯定 但是你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对夫妻 每个人的相处模式都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相处模式 真的就是 比如说他明明穿了一件衣服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说哎呦 毕竟是年纪大了 就跟小姑娘穿这个衣服 估计应该比你好看很多 但是我老婆她不会把这些事 当作是 因为她内心也没觉得是变色 她内心没觉得这是多大事 比如说有时候 我买了一件新衣服 然后我迷之自信 我老婆想说 哎呀这个太土了 我也没会觉得 这是有多大 会对我的自尊 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就是每个夫妻相处的模式不一样 我们反而会觉得 小斗嘴是一种奇妙 有些方面 我不是很赞同 因为我们讲的是 生活大方向的 而不是说开玩笑的时候 我们之前常听说一句话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了 你的另一半 让你觉得越来越骄傲 那么恭喜你 你找对人了 作为女性 我觉得女生要 稍稍崇拜自己的另一半 这样的话 她会更自信 从而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天天你跟你老公在一起 她肯定是有 她身上的闪光点的 你肯定不是说 揪着说 她穿衣服 不是我欣赏的那种感觉 那我就不喜欢她了 我觉得肯定不是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 夸奖也好 鞭策也好 目的都是希望对方 能够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我不希望她在单位 成为一个夜郎自大的人 就我是出发点 都是希望对方能够好 千万别为我好 就是人千万别有这种心态 你老公 你觉得她迷之自信要怎么样 其实她内心 也有属于她隐秘的角落 有一天你老公 你发现她可能 有她的另一面的时候 她就约你去爬山了 是这样的 我觉得鞭策是什么 就是我要给意见 我要 她还不是吵架 我要鼓励你也好 我要给你意见也好 我觉得你穿的土也好 就是这一切 都不应该是在婚姻关系当中 你去站在夸奖 对立面所做的事情 你这些事 因为他们本身 无关于本质上 两个人发生的问题 我鞭策 你为什么鞭策 我吵 好吧 这个世界已经够焦虑了 就不要让最亲近的人 在你身边 嗡嗡嗡 嗡嗡嗡嗡 就是她无关于愁美 她就是吵 那你夸奖也是 嗡嗡嗡嗡嗡 夸奖听上去 它就不是嗡嗡嗡嗡 是每一句 置地有声的赞美 好吧 第二点 我就是提醒一下 该怎么夸奖 就千万不要给鞭策 冠以夸奖之名 就是你可真厉害啊 你能不能这么等呢 穿得也太好看了吧 你 就千万别走极端 你要把这条路走歪了 你夸奖 你还不如好好鞭策呢 我觉得你们想出太多了 就是我觉得还是 看夫妻之间的爱有多少 就是如果你们有 之间有足够的爱 鞭策都是很舒服的 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爱 充满了猜忌 夸奖也是一种嘲讽 就看你内心怎么去理解了 什么是鞭策 你看那个有一首歌 我宁愿她用那小小的皮鞭 抽她在我的身上 前面有一个修饰词 叫温柔的抽打 温柔抽打在我的身上吧 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变题 不管是夸奖还是鞭策 你看不同的家庭 就有不同的状况 天天找了个自信的老公 所以如果再夸奖的话 她就上天了 可是杨远和他太太的 那种相处方式 就是互相很轻松的那种 打情骂跳 损啊 对啊 那种打情骂跳 那种逗乐啊 对啊 我觉得其实 不管是夸奖还是鞭策 这只是表面上的一种 情感的表达方式 如果我们往深层次看点的话 其实就是 你对你的爱人 究竟是欣赏的 还是厌恶的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关键 如果你是觉得 哎呀你很可爱 所以我用一种 一个更可爱的方式来表达 那么就算是鞭策 其实也是一种爱 可是如果你是厌恶的 那么你的眼里面 是没有爱的 你的表达当中 是没有真情实感的 你只是在挑刺 和看对方不顺眼的话 对 就像清云那样的 哪怕是夸奖 都是有伤害的 楚静说的特别对 家是一个港湾 家人既要给你温暖 可是家人其实也是你 唯一可能这个世界上 会跟你说真话的 那很少的那些人 而且他跟你说真话 也许你的接受度 可能会更高 对 说到这鞭策 我们节目之前 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有一对夫妻 他们就是咱们电视台 旁边那个索金融菜场 一对夫妻 当时我记得是 那个女方性格很强势 她对老公就很少 有称赞和夸奖 她总觉得我老公干啥啥不行 然后那老公最后呢 觉得我要证明自己 我要证明给我老婆看 我不仅 我卖菜也能挣很多钱 她就去炒了期货 然后骗了几十万 来我们节目当中 两个人吵 对 两个人吵架 要闹离婚 所以刚刚 天天和杨云的观点 是要鞭策 那要请教两位 要鞭策 这鞭策的度是什么呀 鞭策的度 一定不是对她男性的自尊心 进行攻击 而是通过一种就是 比较知书达理的方式 然后比较温柔温润的方式 告诉她 老公你可以做到 这种也是一种鞭策 你可以做到 其实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并不是你应该得到的一个环境 如果你再努力一点 你会给我 给孩子 给这个家庭 创造无从无尽的财富 这种积极向上的鞭策 难道不是一个好事吗 不是 我觉得我们这边 好像女性的地位都好高 为什么全都说女的 说男的 那男的 那女性呢 女性该如何 该如何鼓励 鞭策就是跟我讲的一样 你想要她改变 比如说你觉得你老婆 最近有点胖了 对不对 你想要她减肥 那你怎么说呢 很简单 这个一定要叫 叫唯为旧照 知道吧 然后一定要 要止伤 止伤 骂怀 止伤 骂怀 对对对 你看谁 你比如说 你觉得她胖了 对不对 你先站到磅秤上去称一下 老婆 我说最近吃这么多 我反而好像还瘦了嘛 这是什么情况 对吧 你上来称称看 你现在多重啊 你莫名其妙 很顺水推舟的 你就把她拉上了磅秤 她就 天哪 居然我这么胖了 然后女性自己的这个 这个爱美之心 马上就要显现出来了 如果是换到我老婆的话 我老公使了个小坏 对吧 她没敢跟我直接说 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男人蛮坏的 但是好像确实 我最近好像有点胖了 我稍微注意一点 这样就非常自然 非常有情调的 就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了 所以我想问问天天 那你在你们家 你老公会鞭策你 她不敢 她不敢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结婚之后 做了很多很多的改变 在我慢慢成熟之后 我清晰地看到 自己身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有的时候 我会跟她去承认错误 我会自己去讲 我说老公 我说我脾气不太好 我说下次 我们俩吵架的时候 你就别理我 你别跟我吵架 所以我老公就无言以对 他会觉得 我老公自己什么都知道 天天从头到尾 终于说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总等着 另一半来鞭策你呢 你知道夫妻相处 很重要的一个优点是什么 就是要懂得 自己向对方承认 我做的还不够好 你知道吗 往往好多不幸福的婚姻 都是因为自己不愿意认错 你知道跟对方说 老婆我错了 老婆我做的不够好 这是夫妻相处 知道多重要的一个环节吗 但往往 好多人就是做不到的 总觉得我没有错 错的是 这样的一个姿态上 说是你那个话 我觉得对这个很重要 最怕什么人 我认识到我错 对不起我错了 错了你为什么错呀 谁 这谁你跟我说 我遇到这种 这种对象 有有样 对吧 蛮不讲理那种 对吧 鞭策他 我觉得反正天天说完 那个故事 他的观点我忘得差不多了 我就记得 你要问天天老公说 你敢鞭策你老婆吗 他说我不敢 不是啊 你要问天天说 你愿意夸话你老公吗 他说他不配 所以天天自己还没明白 他对他老公 其实已经到达了 一眼五眼之后 真正高情商的做法 在我看来是 其实你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 就拿减肥这件 这么简单的事情来说 胖的人 他身边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告诉他 他需要减肥了 他接受到的资讯也是 瘦是好看的 但是只要一天 他没意识到 我这个胖已经对我的人生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了 他绝对无法坚持下来去减肥 所以就是 这个在婚姻关系当中 我觉得是任何一种事 你不要试图说 我一定 我今天卯足了劲 我花一年 把你这儿给你掰回来 无论他最终有没有改变 他不是本能地 想去做这件事的 我真觉得 我不知道这边 听的感觉怎么样 但我觉得天天在吐槽他 老公迷之自信地说 我挺羡慕的 我觉得其实你们 是非常甜蜜的一个状态 你是用吐槽的方式 其实在秀了一把恩爱 说实话 包括像杨韵刚刚提到说 我希望我老婆来吐槽我 我们两个有一种 更独特的这个 我觉得其实刚刚杨韵说的 就是所谓的鞭策 夫妻两个人 要把它想清楚 不要当作 这是对我的一种否定 而把它应该升级为一种 更高级的沟通方式 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